每年冬至过后将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阶段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熟久寒天 当前正处于三九 1月17号将会进入四九 国家气象中心高级工程师马杰表示 今年三九较常年同期相比 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 三九应该是8号到16号 就是过去十天 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气温是一个偏高的 它那个除了东北的一些地区 比如说黑龙江 还有吉林 北部 另外就是我们那个西藏的西部 它气温是偏低 其他都是一个偏高的 对于即将进入的四九 马杰表示 未来一段时间影响中国的冷空气较多 1月19号和21号将有两股冷空气影响中国 1月20号至24号将有大范围降水 从19号开始 北方会有一次冷空气过程 它带来的影响可能比较显著的 就是在内蒙古的东部 华北 以及黄华一带 带来的降温会更加明显一点 另外在这个21号开始又有一股冷空气 从我们国家西部 从新疆开始 自吸向东影响我们国家 但是这个带来的量级 还有它的降温幅度 目前开始是弱 降水来看的话 20号一直到24号会有一个大范围的一个降水 整体来看的话 中东部是一个大范围的一个降水过程 俗语说3949冰上走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 事实的确如此吗 马杰介绍 冬至当天日照时间最短 接收热量较少 虽然冬至后北半球日照时间增长 但能量的恢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虽然过了冬至这一天 太阳是一个逐渐高度角是一个增加的 同时白天是增长的 但是呢 放到一个总的一个接收和辐射热量来讲 我们北半球或者说北半球大部地区 达到热量还是一个负的一个净量 所以就是说我们一般会感觉 虽然过了这个冬至 但是呢 冷的话一般会出现在12月的下旬 或者1月份 这都是比较冷 孰九自古在中国民间口口相传 现在的气象预报工作中 会将孰九作为一定的预测依据吗 气象预报它还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会告诉大家未来有什么样的天气之外 会告诉你它的一个量级 比如说降雨有多大 然后降温幅度有多大 像我们这个三九四九 它是一种我们历法上 或者农历啊 或者这个是用的比较多 在服务中我们有时候会解读 会说到是目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气 大家应该关注什么 就是说我们传统的一些东西 我们还是会用 但是更多的是用在给大家服务上 或者做一些解读和科普上 Antarctica Films Argentina Antarctica Films Argentina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